百年策淡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freefree 嗚嗚嗚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都那 我是主持人姐姐郭子彤 嘿來看一下 投資必休克 那些年我們看了電影 財經電影教我的事 財經電影教我的事 我覺得這個專名很不錯 對啊 我來邊吃爆米花邊聽老師講 嗯 講鼓好不好 講鼓 我去問妳喔 電影妳喜歡看哪種電影 恐怖懸疑的 恐怖跟懸疑的喔 女生好像都喜歡那種很恐怖片很奇怪 明明就膽子很小 然後喜歡虐待自己你知道嗎 我最不喜歡就看恐怖跟懸疑 我覺得我人生已經很累了 為什麼我要看這些電影來虐待我自己咧 因為妳剛才知道我看 我還是會陪一下好不好 居然要看我就會把音響開很大聲 誰怕誰啊 好不好 但除了這個以外 電影會配爆米花 爆米花妳喜歡吃甜的還是鹹的啊 喜歡吃甜的 妳喜歡吃甜的喔 我喜歡吃鹹的 我覺得鹹的不知道是什麼 就特別好吃好不好 不要開胃嗎 比較開胃可能吧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 就感覺鮮的就是我的味道 好不好 來來 第二位 不是 第一位 不是 妳覺得太好吃了 第一位 一直在吃爆米花 妳覺得卡卡卡生的 第一位 李玉蓋芬師你好 李玉蓋哥好 大家好 今天不是說只要來吃爆米花就好嗎 沒有沒有沒有 妳不要講話就對了 她要配飲料 妳有推飲料 她要配飲料 有有有 來 爆米花配奶茶 妳不配吧 不太搭 妳太說應該帶可樂來的 我覺得也不搭 不會啊 我覺得爆米花應該要配 不知道 我覺得爆米花應該要配清淡一點茶吧 不是去電影院都喝可樂嗎 都喝可樂 妳這樣講沒錯 對啊 剛才我看電影院的感覺 剛才我看電影院的感覺 剛才那個在講話的時候 那個玉蓋老師 吃爆米花的聲音很大聲 這就讓我想到 我看電影的時候 這台灣就是旁邊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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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 我在電影院都喝瓜子 吃喝瓜子 對 吃醋豆腐也很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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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現在應該有辦法了吧 有特殊味道還要進不去了 都進不去了 是喔 妳在那床在包包裡啊 床在包包裡 OK 那我心裡OK 請教第二位分析師 林靖宏分析師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說來看電影啊 我覺得最搭的食物 我覺得不是爆米花 我個人喜歡滷味 幹的滷味 對 尤其是小豆干 我也覺得乾的滷味不錯 越嚼越有味道 對 有點乾乾 有點濕濕濕的滷味 對對對 就是標有水的那種 對對對 可是不是燙過那種滷味 對 那種乾滷味我覺得不錯 好不好 再來第三位 有時候去那個林甄北路 我特別講一下 我突然講到電影 林甄北路有些 電影院那對面 或是西門町的店 他們都有賣滷味 這滷味生意特別好 想說吃我肚子好餓 第三位 陳薇泰分析師你好 薇泰哥好 主持長大家好 我其實看電影最不喜歡 是吃滷味 真的喔 對 他會讓我分心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滷味不是都加很多種菜嗎 然後放在一大包裡面嗎 然後你在黑暗當中 你在擦 你在吃的東西 然後放嘴巴 你想說 這是豆干 這個是蒟蒻 這個是什麼 這個花椰菜 會讓我分心 我只在猜我在擦 什麼東西吃 反而正常電影 我不知道我在看什麼 我跟你講一件事喔 第一個我不介意猜 第二個我的確吃東西會分心 可是 我 我雖然看電影吃東西會分心 可是我這樣買來以後 就不會分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看電影之前在預告的時候 我就把它吃完了 吃那麼快喔 這很好吃耶 你剛好現在吃半杯 來吃半一半的 那今天我們看電影 財經電影告訴我們的事情 來請太老師來 好我們請為太老師上來 我吃燒快了 爆米花最容易判了啦 就吃最後一口就好了啦 好不好 食物吃太快看電影之後 也會有風險耶 為什麼 如果電影很難看 就會變得很無聊 如果電影很難看 至少有食物可以吃啊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好不好 打發時間 基本上現在一定是 我一定去網路上喔 看過就是評論 只看評論就好了 就感覺就評論 我也不要爆雷 那不會有雷嗎 我雷 我就盡量不要看不要有雷 因為現在都有分 如果有雷就算了 可是我一定要看大概到評語 可是我看到評語 盡量就是不要爆雷的 如果 確定不好看 我連看都不看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跟人相處一樣 其實不適合就不適合 有些電影真的很難看 你突然前十分鐘不好看 就不好看了 我告訴你結論 不會有前十分鐘很難看 很好看難看的 他最好看 所以只要前十分鐘很難看的 我都會走掉了 給他十分鐘的時間 老師你幹嘛突然這樣 很深情默默的看著我 你說 真的不是最後一口嗎 那不是最後一口 這是我看電影的方式 前十分鐘不好看我就走了 老師您說 好 其實財經電影真的好多耶 很多 像我們這種愛看電影的 其實真的看到很多很多財經的電影 都覺得好想要想想看 這真的是不是真實發生的故事 是 那如果真實發生的故事 基本上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一個宣傳跟廣告 就會有廣大的一個票房跟回響 是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說是重能狂歡派對狂歡史 我去之前不是有一個華爾街資產嗎 對 他說你不是金融圈都這樣子 吸毒 然後對你的亂來 那樣都是 我說你就想太多 人家是販賣都未善事的 講到澳門每個人都一樣 而且已經有點違法了 每個人搞什麼 都是華爾街人 華爾街資產 阿烏老師您什麼感想 我覺得那個 他第一個 他把這個主角特徵去做一個放大 還有就是他其實只是一個特例 他不是通力 他不是通力 OK 所以我覺得大家 就是當做看電影的一個心情去看就好 好 可是我們要告訴大家是交易的事情 不是他們一個人的個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華爾街的悲劇 卻是好萊塢最愛題材 這什麼電影 老師 好 2008年金融海嘯重創全球金融市場 那根據當時國際貿易基金IMF的統計 全球資產損失 保守估計是高達4兆美金 大概是120兆台幣 換句話說那一次的金融海嘯 其實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可能每一個人他多多少少都會被傷到 OK 那因為金融海嘯導致全球的資產大縮損 也有非常多的人失業 造成許多的人生的重大變故 所以就變成什麼 有很多的真人真事的題材 從這邊去做個改編 然後去拍成電影 我現在知道好萊塢有超過十部電影有改編 金融海嘯的真實故事喔 哇塞 我覺得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有這麼多 嗯 我就不知道那麼多 我不知道那麼多 我們現在大家才知道 爆米花好苦喔 卡住了 那個紙卡住 那玩笑什麼 看我們吃爆米花 你覺得很享受是不是 沒有啊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最有名是什麼 大麥空 大麥空 The Big Shot 大麥空 大麥空 然後還有巴黎交易員 OK 其實我覺得大家搞不好 腦袋裡面想的是丁謝 丁謝喔 香港那個 我沒有輸 我沒有輸 對 我小時候看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人很該死 你知道嗎 對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 大家都死掉 最後他沒死 你知道嗎 最後看到他死掉的時候 哇大快人心 真的是 我直接認真 這很經典 對 不過我們先來把重點放在 就是這個電影的部分 好看電影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大麥空 為什麼他之所以這個成為經典 就是因為這個 他這邊提到 先知總是孤獨的 眾人皆罪我獨行 那麼這個故事呢 你笑我 別人笑我太瘋天 我笑他人看不穿 好不好 這句話好熟悉啊 是 謝謝您 好 我大概只會幾首詩而已 一定要用到 好 這是2004年到2018年 當時的時空環境背景 美國城屋的銷售跟庫存 我們看到 紅色的這一條 是美國的城屋的庫存 哇庫存越來越多耶 一直在往上做一個增加 但是呢 城屋的銷售 卻是持續的一個下滑 然後 然後重點是價格還在持續上揚啊 對 價格還在持續上揚 OK 那在這樣的時空背景裡面 就衍生出來就是我們這個 所謂大麥空的一個故事的一個主角 庫存越來越多 就好像電子商品庫存越來越多 結果銷售量下滑 這一定很慘啊 對 老師 這2500年呢 這個當時啊 任操盤基金的這個操盤人 麥克伯瑞 Duck Burry Duck Burry 他以前是醫生喔 好 研究發現 真的是醫生啊 真的嗎 真的是啊 老師 你不要我吃爆米蛙 然後怎麼樣 我是有在看大麥空的耶 欸 博士不是也叫Doctor嗎 我知道啊 他真的是醫生啊 對不起 我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 我怎麼不奇怪呢 好 沒關係 好 他當時發現了 我們當主持人是要兩把刷子 是 你要自應你的時候 要把刷子打算給你看看 不只兩把刷子 我覺得你應該有三把 謝謝 謝謝 你這樣講我去查一下 確定是 確定是好 你先說 你先查一下齁 沒關係 繼續您講 他當時發現了房市的貸款 功過於求 因為當時並沒有那麼多的 房市的一個貸款需求 那貝瑞認為呢 美國房市啊 很有可能會出現泡沫化 那麼當時呢 就積極的尋找合作銀行 想做空房市 所以你看一下啊 Google搜尋喔 還沒跳出來喔 你自己看喔 大麥空貝瑞 麥可貝瑞一痕醫生 醫生 沒有錯吧 醫生 還不用掉進去喔 還不用掉進去 我只要打大麥空就好了 他第三格跳進去 大麥空貝瑞一痕醫生 是 沒有錯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他當時想要做空房市對不對 OK 但是他其實就像剛才說的 他可能是醫生 他就需要去有一個所謂 實事求是的一個追查的精神 對 那他就去問了一些就是 其他的一些 就是這個調查 調查發現 他還直接去人家家裡來看 對 對 都是人家拜過人家賣房子 就像我們田野調查一樣 對 他做田野調查 他就發現 當時房市的確有泡沫化的危機 而且有另外一群人也發現 房市的這個 房貸違約率升高 有可能是用泡 有可能有泡沫化的可能性 OK 然後他又再親自去調查 這些所謂的房貸客戶 他發現有很多的貸款人 沒有繳貸款 甚至利用自己的寵物 冒名申請貸款 這真的太誇張了 用寵物喔 用寵物申請貸款 也可以貸款 那也可以過喔 你看多寬鬆 他們需要業績 對 因為沒有人要買房子了 酷水很高了 然後其實不用貸款這很恐怖喔 你想想看喔 你看最近台灣央行打房 1元以上房子 那個自備率 自備款要5成 你看你看喔 本來從不用錢喔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那個 那個衛權啊 有沒有 那個 鼎欣集團有沒有 衛家 買那個 我記得沒錯啊 好像是買地保 好像是買99% 都是貸款 對 一個好幾億的房子 你可能用幾百萬就買到了 對 1%而已喔 你可能用200萬買到 那這樣子 他們是有錢啦 可是如果是每個人都是 自備款那麼低的話 房市很恐怖啊 對 好不好 因為代表說你隨時可能還不起來 很多人根本就買不起房子 你讓他就買房子 但他還不起的時候 就會崩潰這一切了 好不好 沒錯 OK好 那當銀行他發現 他款收不回來的時候怎麼辦呢 他就可能就把這個房子 去做一個拍賣 是 那價格就會壓低 然後就會導致整個房地產的一個 崩盤的一個可能性 而且他找了一群人跟銀行對坐 對 銀行覺得他們傻了 說你要跟我對坐 這個房地產不會倒啦 反正賣你啊 反正你要買這個保險 就要說 我要跟你買保險 賭你銀行會倒 你要賭我可以倒 我根本就不會倒 我出來 我可以賣你很便宜啊 隨便賣 非常自大 是 所以那時候有時候賠率 1比100 1比1000 哇 那個賠率很高 沒錯 可是對他來說這個機率極大 這跟大家講 老師你說 好 然後當時呢 第一個 美國 開始 聯準會升息 那麼這些所謂的房屋的貸款 他是用浮動利率去計算的 那麼這些民眾的房貸壓力就增加 所以違約率呢 就逐步的一個翻升 是 那麼可能銀行也知道類似的事情 他就把這些的一個房貸 打包成所謂的衍生性商品 就是次級債券CDO的部分 然後呢 把它去做一個銷售 他要做銷售 賣給一些就是想要去做 投資或是投機的一些 想要有比較高報酬的一個投資人 OK 那結果呢 銀行發生重大虧損 最終也產生滾雪球的效應 然後進而導致 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是 那麼電影當中的主角貝瑞 也是因此一戰成名 哇一戰成名 哇現在很多人都會追蹤他的一些報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他會在Twitter上面寫一些文章 老師到底有什麼結論 好第一個 金融危機啊 它不會是單一個原因造成 它是有許多的小錯誤逐步累積 然後最終導致無法收拾的狀況 就像通膨一樣啊 你看無限QE 那無限QE以後 然後FED又沒有第一時間發現 通膨已經上去了 去年一直跟安撫大家 然後說要慢慢 說不打算在今年升旗 結果其實升旗的時期嘛 這跟大家第一個錯誤嘛 沒有發現到他 然後要升旗的過快 然後第二個事情的話 通膨已經很嚴重了 再來一個惡物戰爭 連續的錯誤 連續問題 然後壓垮這個通膨的追跟稻草 就是這個疫情 有疫情 疫情 讓大家沒有辦法消費 對 庫存大幅度的 都有 疫情或者說過度消費也有 都有 沒有啊 在這個地方消費 就把錢花到別的地方去的 對 造成有一些商品 電子產品的殘編效應 所以很多錯誤造成 好不好 來 所以投資任何的商品 或者是股票的時候 要多看相關的研究 新聞或消息 千萬不可以在沒有了解的情況之下 就冒然去投資這些金融商品 這很重要 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像那個貝瑞 他也是怎麼樣 有研究過 他是有研究過的 他是有研究過的 他非常任性喔 其實電影啊螢幕喔 就是他大賠嘛 股市大漲 房地產指數大漲 結果賠了一屁股債 不是賠了一屁股債 賠了很慘 他直接就是說 OK 禁止你們贖回 是 不讓你贖回喔 拒接電話 好任性喔 真的真的 不然他這個行為 反正激入了一些投資人 對 如果他聽說不要做這些事的話 他可以賺更多 可以賺個幾十億以上 賺個成幾十億 甚至三百億以上 這跟他 這之前就是很任性喔 可是 也代表他真的有做過研究啦 好不好 是 其實回應剛剛那個 先知總是孤獨的這句話 好 那注意一下 可是Berry聽說他最近喔 說最近的行情已經到末跌段了 我們拭目以待 好不好 會不會到一萬三真的是末跌段了 這是最後一段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電影啦 好下一個 巴黎交易員 金錢遊戲前的人性這面目 對 其實我對這部片的感受是比較深刻的 因為他更像交易員 對 他跟我們的 因為Berry那個你要去懂最善有銀行 你那個要懂那個交道 要很懂 對 你可以說什麼 你可以去跟類似信貸 你跟花旗講 我要跟你對坐 他會理你嗎 是啊 可是這個不要 這就是一般交易員 他是交易員 然後他這個交易員 然後你有賺一些不只是手續費 應該說他賺了一些交易 然後替公司替銀行賺錢的時候 然後沒有設停損 很多交易員 拜拜就是因為沒有設停損 是 這個會比較感同身受 就好像就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可能認識某一個朋友 對 本來是完牌交易員 就最後被趕出去了 趕出去自營圈的感覺 是是是 好看一下 男主角 傑鴻科維也 他剛剛進入營養擔任交易員的助理 記得喔 助理 然後他每一筆操作資金都 蠻龐大的 但是他一開始執行下段 認為都是相當戰戰兢兢 OK 那麼可能因為他表現得不錯 然後他的一個主管 就將那個交易員的私人帳戶 告訴傑鴻科維也 讓他暗中挪用銀行的資金進行交易 怎麼一次機會下 老師你 你舉這個例子 為什麼他好像發現一個大秘密 來 因為他有一次下售單 對 所以就造成他們的部位的一個虧損 對 那為了要粉飾太平了 對 然後他的主管就利用這個銀行的資金 去把那個虧損把它補起來 另外一個帳號 另外一個帳號 好 那個結果這個越補越大 那覺得虧損沒關係啦 老師我們看右邊 好 那當他知道這個秘密之後呢 他就開始就更大膽去做個交易 因為他也不怕 這私人帳號鋪嘛 對嘛他不怕嘛 反正這個賠錢他就會拿銀行那邊的資金 就來去做一個彌補動作 所以就讓他開始去做更瘋狂的一個交易 對 而且他又運氣好 對 本來一路虧損的 本來有一次呢 一次一直放空 放空要被軋空 可是呢 剛好又碰到這個倫敦地鐵爆炸案 讓他的空單啊 從一夕之間的大賠變成大狂 輪噴鐵橋挎輪挎萊 是地鐵喔 所以本來虧錢的 又不停損 結果反而獲利的 對 反而讓他又養成自大的心態 其實他這個我看自己稀有奇異 可是我看從頭到尾 我覺得他交易蠻差的 因為你做期貨 你要了解 如果你自己不適合期貨 這種東西你不如就不要做 因為期貨不停損的 我告訴你 你要嘛就不會適合極小 你不停損沒關係嘛 如果你完全不停損 完全不適合做期貨 那告訴你這一切 我們看一下最後結論 好 那麼後來他一直都膽子越來越大 然後他會就開始重壓資金 那一樣他碰到這個金融海嘯 當時公司有下令 就是交易員不可以大量的操作 尤其是一次性的拋售 避免波及當時脆弱的市場 可是在一次公司的內部計額的時候 他被發現就是他的持倉量 高達500億歐元 可是當時法國新業銀行 500億耶 他的總持產只有359億耶 就是過度的槓桿了 你知道多了 一個人喔 什麼過度槓桿 那個超級誇張槓桿 一個人啊 超級過度槓桿 這機額也太爛了吧 對 我說實話喔 有時候 也許有一點點想要吃 可是他如果發現你每一次的交易都是賺錢的 他們其實會爭一隻眼逼一隻眼 我覺得這就是造成就是後來這種所謂的一個沒有辦法彌補的過錯的事情 就知道了 這也沒寫得清楚 但是因為他都是賺錢 大家就 鼻子一摸就算了 不過還有一個這樣講 我覺得不對 我印象中央記者 一開始賺錢 OK了 等到虧錢的時候 有些人也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他出事大家都慘了 就這麼簡單 因為都在同一條船上 是是是好不好 損失到49億歐元 49億歐元 他這家公司也整個垮下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老師到時結論是什麼東西 來 到底結論就是第一個 面對市場一定要謙卑 Humble 一定要謙卑 那麼 即便你是再厲害 那都有可能會看錯 畢竟我們都是人嘛 那連續看對99次 但只要一次不守紀律 就可能賠掉過去所有的獲利 所以一定要需要控制好 就是交易的風險 簡單說就是我們的停損停歷 而且要尊重每一次交易 尊重每一次決定 其實我有時候我一直想 普丁為什麼做這樣的決策 你看他就覺得他前20年都對 他覺得這一次他也會贏 就是這一樣 甚至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獨立事件 對 做每一個人做每一件事情都獨立事件 不能因為過去的成功 你就可以知道 是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 您去說 OK 好 那麼開槓桿交易前 要先了解風險 那雖然說開槓桿 是可以快速增加獲利 可是呢 以同時 有可能會讓虧損過度的放大 因為槓桿 其實我好像是16倍嘛 什麼16倍左右 等於說你用10萬塊 你假設你的口是10萬塊 你其實是160萬的部位 像這個16倍 其實基本上我 我如果做期貨的話 我就是為16倍去做 就160萬 人家是三口單做一口單 我就是譬如說 200萬我才做一口單 例如這樣子 是 我就這麼保守 因為就是要讓你可以睡著著覺 我會盡量不要開槓桿交易 如果開槓桿交易的話 我會準備夠多的資金 這我個人的看法好不好 這個是這個股票 講這邊來是玉凱老師 你有沒有什麼電影特別想要的 除了一些成人電影以外 你覺得 成人電影我是從來不看的 對 通常是你傳連結給我 但是我完全不會點開 搖換一下好不好 我不相信他 老實在說 搖換什麼比較遲 他都看動漫 成人電影怎樣 成人電影都是你傳給我 但是那些連結我從來不會點開 來 我有傳給你嗎 好 好 你要看什麼電影 好 那我來分享一個 我覺得尤其是最近台股的盤勢 麗菇麗菇新年財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裡面有一句這個經典的台詞 我要碰你 就要碰你 我就要吃你的牌這樣 怎麼覺得你講出來都有點隱晦 應該是保安 可以一打再打的嗎 這倒也不是 對 我跟大家分享 我就要吃你 就說越爛的牌越要用心打 發脾氣是沒有用的 喔 也不錯喔 對 他那時候你婆婆的 丟媳婦那一句話啦 對 你不要急不要急 越爛的牌你越要用心打 發脾氣是沒有用的 好 西老師 老師你對於這有沒有什麼電影 或者是 股票相關的電影 還是什麼實際秀的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事實上我跟你一樣耶 我大概就是給這部電影十分鐘時間 如果不好看的話 我不是走掉 所以這部電影是屬於不好看的是不是 我是馬上睡著 我不是走掉 這部電影我覺得蠻好看的耶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覺得蠻有心態的 就是 你要知道一個人自大是造成怎麼樣 我知道 所以這部電影看了十分鐘 好 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 很誠懇的建議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電影 老師來 我們快速說一下 好 最後一個是奪命驚啦 就是亞洲的一個騙子 就是只要碰到淺 人性都是黑暗的 好 那電影故事描述三個 不同世界的人 也是一樣 2011年的這個希臘危機 希臘財危機 歐洲嘛 歐洲四國 對 歐洲五國 股市崩盤 那麼第一個主角是三角報 就是劉欽雲演的 他本來是這個街頭混混 他幫大哥籌保費 那早上多年的朋友去借錢 然後開始接觸到黑市期貨 也是我們常講的這個地下盤口 地下盤口 就跟你賭大小就對了 對 賭大小 好 去看 好 再來 那他研究了許多這個資料之後 他決定投入400萬港幣 但是卻沒有辦法 沒想到他碰到所謂的一個 希臘的國債的崩盤 導致股市大跌 手中的部位虧損超過5000萬港幣 這是用槓桿嗎 這是用槓桿的一個結果 OK 那第二位 而且有些地下期貨 他也會給你偷點數 那更誇張好不好 這個就做合法的期貨 商會比較好啦 偷點數是不是 每一次都給你偷賺個幾點 偷賺個幾點 到最後你都被他偷了 那其實 穿久以來你也難虧錢 你也難賺錢 而且說到你真的賺大賺 假設今天400萬 你賺5000萬 他第一件事他先落跑 他先不給你錢 好不好 然後跟大家講 你繼續看 老師 好 那這時候有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Theresa 她是當時營養禮磚 她因為就是口才不好 業績不好 所以她只好為了要 要有應付公司的業績壓力 她就用各種不好的手段 讓客戶去購買一些商品 然後賺取她手續費 賺取手續費 好老師我們來看看 來 第三個呢 OK 好 那這時候他就 這個時候剛好這兩個就碰在一起 對不對 一個很需要錢 一個很需要業績 那怎麼辦呢 那這很需要錢的這個人 他可能條件不好 可是他 Theresa為了要業績 他就只好幹嘛 他就拿這個 房屋的抵押的一個借款 1000萬港幣 然後要就是 去 就要去 給這個三角報 劉欣雲的部分 OK 那他就不是 他把另外一個客戶的那個 拿來抵押 對 然後被生產報偷走 對 拿來去借錢 這個劇情當時就急轉直下 那我覺得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這樣子 結果更讓我覺得 吃驚 最後呢 Theresa將客戶交付保管的500萬 佔為己有 然後三角報則是用偷來的500萬 拿去投資權證 最後在股市大幅度反彈下獲利15倍 從此不再需要為錢擔心 這結論好奇怪 這覺得很跳通對不對 對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就是做壞事的人 應該要怎麼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不好的下場 你有聽聽話嗎 期貨都做不好 做權證喔 想太多 對 這真的就是電影而已 這電影 期貨都不會做得好的的話 權證更不會贏好不好 權證難度比期貨更難一點點 因為他有時間價值 對他有時間價值 掉得很快 好不好 因為你跟時間賽跑 對 你期貨你可以轉餐轉餐 就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基本上不合邏輯 這個人應該沒在做股票 說編劇啦 是時候看一下 OK 好 那這邊有提到 就是網路上面衝测各種的詐騙 跟任何投資商品 務必要找合法的金融機構 也比較說不要找地下的期貨 對 OK 一面血本無歸 再來就是 你看地下期貨 我只是說 不合法的衛善士券商 不是跟你推薦衛善士的股票 這個股票 衛善士的 我要獲利數倍 這個衛善士會找你嗎 我以前有聽說啦 就是你在那邊大賺 他也不會出金給你 對呀 他就會讓你在那個錢那裡滾 你講地下期貨 對啊再滾一滾 現在也是這樣子啦 現在很多人加LINE 哇我可以抽股票 哇恭喜你賺多少錢了 哇你賺很多錢以後 哇你賺100萬耶 你要先繳20萬給我們 先繳20萬給我們要繳稅 胡扯 這都是直接扣稅完稅的好不好 你一定要先賺錢的 你真的相信我錢怎麼樣都下來的 然後你跟他說 那不然20萬給你沒關係 你會80萬給我 他還是不要 他還是不要啊 對不會要的 那先繳稅 也有人都相信這種東西 而且你會發現到被騙的人 常常還是被騙 不是我在刺激大家 因為我遇到 以前遇到媽媽的朋友喔 賣什麼南瓜什麼直銷的 也是 詐騙的你就會發現到 什麼初次的上電視的 被詐騙集團 詐騙然後一群人在喊冤的 每次都有他的角色在 他都被騙了 他們都相信這種很簡單的獲利翻證式 好不好 老師來你繼續講 齊貨跟全證是高章幹的商品 賺得快賠得快 一定要交 特別留意交易的風險 就是防人資金不可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不只是贏你專 你如果說什麼 好朋友 存責什麼東西 或什麼 體管密碼 你基本上你要給人家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基本上你就是把錢送給大家 送給他了 不然你就不要給 如果你認清楚 認清不了這個事情 那你就不要動了 好不好 不要把一些什麼 帳號跟密碼給簽財 好 帶為保管 你不要以為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行業了 或應該說現在這個時代了 還有那種 柳下會或坐牌不亂 或者是真的錢送給他 他真的不動了 很少 很少 不要考驗人性 所以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想法 老師這幾部電影裡面 你最喜歡哪一種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第二個 就是交易員的部分 感覺 有些以前在自營部那種感覺 然後交易虧損了 然後賺錢那種感覺 我記得以前老闆就講過一句話 說你今天交易輸的錢 可能是你好幾年的薪水 都賠不了 都賠不了 對啊 講這種話很恐怖 所以我想想說 剛剛那個第二部 那一部所謂86交易員 他的那個整個故事的一個場景 其實就好像 發生在我們周遭生活一樣 尤其是老師在以前出生的 這樣子自營出生的 我也覺得壓力特別大 那種恐怖恐懼 哪怕停損的感覺 都壓力很大 是經過這些事情的 謝老師把以前痛苦快樂 今天告訴我們 那些人我們看電影 財經電影 教我的事 真的學到好多東西 哇塞 大家也不知道 這週末應該說 這個假期 你有沒有學到這些東西呢 所以看我們節目 你就知道 電影你可以不用看的 好不好 而且重點是專業的 不是那種什麼七分鐘講什麼 講電影嗎 五分鐘講電影啊 是不是 我們這位就直接告訴你 二十幾分鐘 講個三部電影 直接告訴你內容 重點是結局 重點是結論是什麼 好不好 同學好 所以要留言 然後按讚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三線 一三五解盤 二四教學 最後還能吃飯 謝寬林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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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蛇蛇救救我 救救我 你不要這麼激動 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 積緊積緊 千金 你不要賣什麼 因為台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金來頂啊 所以我和你 要千金頂啊 千金頂 你不要再頂千 你不要再問 殺最低好不好 先有改掉這壞夢病 怎麼都不會到了 怎麼辦 我這個年紀太多 現在的資料怎麼辦 啊 掉了 我看你這個紅板還真的 都不是欸 那我看你這個紅板 怎麼辦 啊 新年的紅板 就是有多了 真的有分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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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著什麼褲子 完全反而解決 變成一個電視 對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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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жид